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于娟 据我所知好像是台湾还有香港 华人界我不知道 我是第一个是在欧洲拜登庭教堂 就是画摄像画的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教堂的情形 首先你在教堂画的话 不可以有这个聚高症 因为聚高症的话 就没办法爬这个阴架上去 那还有就是手 手不能抖 因为你抖的话 那个就是线条画不好 就是也不值 那这个是我的指导教授 我的那个硕士的指导教授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圣像画家 那他就是全世界都会邀请他来画画 那今年七月那他也有来到台湾 那他的太太也是一位艺术家 是音乐家 那就是很荣幸可以就是跟他在这个team 我们是一个团队的 那就一起来画这个摄像画 那这个是在这个一个叫theva的地方 是在希腊 那就是福音书里面的那个路家 他被葬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 那那个画这个头上这个光圈 那个光环 那他必须就是徒手画 所以你画不圆的话 你手会抖的话 他不可能就是让你就是 就是你画剩下画首先就是你也是一种灵命灵修 就是你手会抖的话 有一些坏习惯家 酗酒啊 然后吸毒的 绝对不可能来画这些东西 那画这些 就是就是在灵性上 要比较注重这一方面的问题 那我们就不讲这些了 那我们就来上今天的课程 今天的课程我会介绍这个圣像画 主要介绍两幅圣像画 这两幅圣像画 一幅是这个耶稣的降生 他的诞生 那另外一幅就是刚才神父所提到的 就是耶稣的复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耶稣的诞生 这幅圣像画 你会看到在拜登庭圣像画 他的这个架构都是一样的 有一些细节他可能会不一样 就是可能放在左边或是右边 那他有很深内涵的这个神学含义 那所以我们就先来讲这个圣像画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圆顶 那这个是代表这个天空 那天堂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上面 有这个天使 天使的这个降临 那我们可以看到 当天使降临的时候 这边有一颗星 那这颗星 他就会这个指向 某一个地方 那我们再来看 这也是另外一幅圣像画 他这幅圣像画是在这个阿陀斯圣山 那这个圣山里面有七十几间修院 那修士在那边祈祷 那讲到修士的话 那很多人都会去修道院 来体验灵修 像2008年还有 2010年 还有去年还有今年 我有去这个修道院 体验灵修 讲到体验灵修的时候 我刚去的时候 那神父就有跟那边的修女 当然女生就是去女的修道院 男生去男的修道院 那就说 把我当作修女来 好好教过一下 然后他就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去那边 我就说 我要来体验灵修 然后体验灵修 灵修不是用体验的 你是要活在当下 并不是说 像神父说 你学什么数学啊 物理啊 你学这门知识 就是你的他必须要活在那个经历之下 那我就讲一个小的这个事迹 他是真实的寄出在这个东正教的灵修里 那就是有人去那个就是修道院灵修 那他一去的时候就觉得去灵修就是在那边感受到天堂的氛围 很安详安静就是在祈祷 所以他一去到修院看到里面的修士 在那边耕田 在那边打扫 他就说 奇怪 怎么都在做这些世俗的工作 他就说 那你们去做这些事情 那我要去教会 去回我的房间 读圣经 我要来祈祷 过了中午就没有人叫他 那他就觉得很奇怪 肚子好饿 都没人叫我 然后后来到了晚上 也没人叫他 他肚子很饿 饿得咕咕叫 然后就跑去找这个院长 就问院长说 诶你们有没有吃午餐 还有晚餐 他说有啊 有啊 都有吃啊 他说 诶怎么没有人叫我来吃这些东西啊 他就说 哦 我们这些世俗的人 我们要吃世俗的食物 才能支撑我们的身体 你比较属灵 你比较属灵的人 我们想说你应该 不需要吃这些食物 所以就没有叫你 所以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这个灵修生命 就是自己高高在上 然后 不管其他世俗的事情 那事实上 刚才随夫也讲到 就是 在这个正教 它是要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中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拜占庭圣像画 它的线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甚至你可以看到 这些石头或者洞穴 那它都有一个指示的方向 它都是有指示到这个正中间 它在这个 这个校像学很容易来就是明了它的主题 因为它不会画的就是让你拆不着它的主题 它的主题就是正中心 正中心我们可以看到 有玛利亚还有这个耶稣 然后这边有这个 这一群人等一下会解释 那有翅膀的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天使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牧羊人 那还有这一位 那我们等一下会一一的来解释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几何学 还有它会把这个画得很大 这个人物画得很大 那它画的线条是很单纯的 它不像一般的西方的绘画 一般的西方绘画如果跟东正教的绘画 拜占庭的绘画比在一起 乍看之下很多人会被西方的来吸引 这也就是一开始 我还不是东正教徒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绘像画 我就说跟神父说 这个绘像画画的又不像 然后又没立体感 也没有透视感 有的你会看到有的水源 它画起来就跟小孩子画的一样 很单纯还占立的 它没有就是一个 就是像透视远近 你也看不到这个阴影 那这边都是它有它神学的含义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我讲快一点 怕时间不够 所以我们看到它这边所讲的 那这一个只是我截取一部分 它是在这个耶诞节 就是圣诞节快到的 我们会有这样的导文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在台湾就是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就是大家都会来庆祝这个圣诞节 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 但是我们知道圣诞节是耶稣的诞生 那有很多人他也不是基督徒 他就要来庆祝 那我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如果我就不信这个宗教 那我为什么要庆祝他们宗教的这个神呢 那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我觉得只是有些人就是圣诞节他只是想要有一个party 他根本不管这个是什么节日 反正就是要来庆祝 又要来吃喝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导文 那在我们平安夜的时候我们也会讲这个导文 那我就直接讲中文好了 那第一行他就说我们要拿什么奉献给你呢 哦基督 那他就说你出现在这个世上 为了这个人就是我们人类的缘故 那每个creatures就是受造物 那都会献上感谢 然后他就说像天使他就献上这个宋战 所以我们刚才看那个圣像画在这个角落会有这个宋战 那他又讲到这个天空 那天空献上了什么呢 那他就说天堂献上了一颗星 就是我们刚才有看到有一颗中间有一颗星 一颗很明亮的星 那你可能会说天上应该不止一颗星 但是等一下我会讲 为什么会特别提到那颗星 然后他说牧羊人献上他们的惊奇 然后这个东方山博士 他们后带来了礼物 那带来什么样的礼物 等一下也会来解释 那在这个地球我们献上了这个洞穴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稣 他诞生在这个圣像画中是洞穴 有基督徒的话可能会说 耶稣是不是诞生在马朝中 等一下我也会讲解这一方面 那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旷野 那旷野为什么说旷野呢 因为耶稣他是住在这个一个像客栈 那时候没有旅馆 那都住满了 那他在那个马朝 这个马朝不是在这个客栈的旁边 他是有一个距离 这样子才不会有那个气味 那他献上了这个马朝 那我们呢 他说但是我们献上什么 我们献上这个 就是贞洁的母亲 那神是超越这个世代的 那联名我们 那这个是在我们这个圣诞节平安业会 独将导文 当然不止这个 那我们有印出来 我已经就是准备要印 那大概有18页 没有这么短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幅 所以我们看到盖盘说有讲到 这边有一颗星 那这颗星它射下来的光芒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天使 那所以这些天使 他在送战神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东方 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 你可以看到这天使的手被遮住 就好像以前觐见这个皇帝的时候 因为皇帝很尊贵 手要把他遮住住 他这边有他的这个含义 所以我们再来看下一幅 这一个星 它主要是要指引什么 它这个星指到这个婴儿 小婴儿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不是在马巢中 为什么会出现这两个动物 那这两个动物 事实上你看 它是有一头牛 还有这个不是马 它是驴子 对 那你可能会讲说 不是马巢中 讲到这个牛跟驴子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拜占庭圣像画 它就是有它的神学含义 它并不是像西方 就是很强调个人的画家 个人的笔触 那如果你看西方的话 你可能会一看到说 哇 好赞叹它的画法 它的肌肉的表现 就说哇 画得栩栩如真 那这个就不会有这样子的感受 因为我们要让你去体验 它里面的内涵 而不是说看完 就是说哇 好厉害 这个画家很厉害 那这就失去这个 它这个圣像画的含义 你会看到它的线条 都表现得很平实 因为它不但是就是 让画家 有就是灵修 也是对观画者 有一种交流 它不会让你看到 就觉得说 很兴奋或害怕 或是有妇女的这个 身体的体型或体态 它没有 它是很平实 它有很多线条 那这些线条都是很沉稳的 很稳重的 即便是细节 它也画得很精密 那并不是就是说 很草率的带过 或是会留白 它并不会 有没有 它不是 它是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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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移动 有什么有了 对 你会有线条 有线条 我会有线条 我会有线条 你会有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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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收一下膽腔。 這個顏色馬上跑掉。 因為顏色在拜占庭的藝術是很重要的。 因為顏色也有神學的含義。 拜占庭的藝術是有問題的。 以前的顏色是不同的。 對,聖母的藝術是紅色的。 完全不同的顏色。 但它已經變成全鏡。 它有很嚴謹的神學含義。 不是說你要怎麼畫就怎麼畫。 那它都有它的神學內涵。 像它這個投影機。 我這邊是紅色的,這邊是藍色的。 那它紅色,它有它的神學含義。 它的衣服跟耶穌的衣服是相反的。 當然不是跟這個嬰兒。 嬰兒它這個嬰兒布包的是不一樣。 那它的紅色,紅色是代表這個神性。 那你可能會說, 欸,瑪利亞它為什麼會有神性呢? 那耶穌的衣服是跟它相反。 它裡面是藍色,外面是紅色的。 那它這個是反掉了。 那這個藍色代表人性。 在敗戰庭的馬利亞跟耶穌。 那其他的就沒有那個神學的這個含義。 那紅色就是神性。 紅色是代表這個烈火。 你們看到是紅色的。 所以剛才講到說, 為什麼這邊是出現牛跟這個驢子。 因為根據以賽亞書所講到, 就是牛它認識它的主人。 那個驢子也認識它的主人。 那以色列人不認識這個神。 就是根據以賽亞書裡面, 所以是畫這個牛來表達。 那我們可以看到耶穌躺在這邊。 那它的背景這個洞穴是黑暗的。 那神就是光。 光來到世界。 那這個黑暗的世界卻不接受它。 我們看到理性的人不來接受神。 那卻是不理性的動物來接受神。 那給予神溫暖。 那怎麼給予神溫暖。 你可以看到這兩個動物非常接近耶穌基督。 因為他們呼吸的氣息來溫暖神。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拜登庭的剩下畫。 一開始我也是很不喜歡。 因為我覺得他畫得又不像。 又沒有遠近。 又沒有透視。 又不像真人。 那為什麼他不像真人。 你可以看到有西方畫得像照片一樣。 那他主要的原因就是說讓你有這個靈修。 就體驗靈修看色象畫的時候。 你不會說看到這一個人走到路上說。 欸你看起來好像某某好像耶穌基督。 那所以他不會讓你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他又有某種特定的形式。 你看到這一個人你就知道耶穌基督。 你看到哪一個就知道是哪一位聖徒。 他有他特定的形式。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東方森博士。 他獻上了禮物。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三位。 第一位比較老。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鬍子。 他比較年邁。 那這個中年這個年輕。 他代表不同年紀的人都來朝拜這個神。 那我們看到他的禮物。 他有帶三樣禮物。 有這個黃金還有香。 叫做拜拜那種香。 然後還有這個墨藥。 那他在這三種東西。 主要黃金就是獻給君王。 因為我們知道耶穌基督他就是國王。 他就是君王。 那香。 香主要是獻給神。 那墨藥就是為他將來他去世的時候要安葬的。 所以這一幅不是畫的。 這一幅是馬賽克。 對馬賽克。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也是在教堂。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個形式是一樣的。 然後這邊有牧羊人。 然後瑪利亞在這邊。 然後講到瑪利亞。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聖像畫中他會有三顆星。 這邊一顆兩顆。 然後這邊右肩也有。 那被他的手擋住了。 那這三顆星也有他的神學含義。 那代表就是馬利亞他是永恆的童真女。 就是他還沒生產之前他是童真女。 生產的時候他是童真女。 生產之後他依然還是童真女。 所以你會看到這樣子的這個聖像畫。 有的時候你會看到馬利亞是躺著。 那有的是坐著。 那為什麼有的是坐著。 那因為聖斯托這個主義。 這個義端。 他說馬利亞不是永恆的童真女。 那這一幅聖像畫就是說馬利亞是永恆的童真女。 那你會說為什麼他坐著就代表他是永恆的童真女。 因為你知道婦女生產之後會有極度的疼痛。 那你必須要修養。 那他就是說他是童真女。 那因為神從他子宮出生之後沒有傷害到他。 他沒有這一般的痛苦。 所以他可以坐著。 這也有他的這個神學含義。 那我們可以看到。 那他這邊並不是畫這個馬槽。 那他主要的含義就是說在這個拜登庭聖像畫中。 他所要表達的就是說這個洞穴。 你覺得看起來像是什麼呢? 他就是說這邊他主要是代表好像人的心臟。 一個人的心臟是身體的最主要的核心。 所以是心臟。 然後另外一個他要說也代表這個子宮。 婦女的子宮。 因為孕育著這個耶穌基督。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不管是不同服的聖像畫。 他整個結構架構都是一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線條。 那他的幾何圖形。 他都是指向這個耶穌基督。 甚至你有一些會看到他的這個石頭。 他會朝向耶穌基督。 你會覺得說石頭他怎麼會畫得不像石頭。 因為他是表達一個共榮。 在這個畫裡共榮。 那他這個畫裡那有些人就知道 剩下畫是不是在拜偶像。 那我們當然知道這個耶穌基督。 他是表達耶穌基督。 但是他不是這一位就是。 當然神是無處不在。 他是要藉著這一幅畫。 讓你來體驗他背後深刻的涵語。 就好像你有一個照片或是某個海報。 你喜歡某個明星或者是你的家人。 那你知道這個不是真真實實的他。 但是你可以藉著這個圖片來思念他。 表達你的想念。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樣子的話。 你看他這邊都是老中青。 所有的形式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幅。 那這個也是馬賽克。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那這邊是。 這一位是約瑟。 那約瑟就是這個馬利亞的先生。 那那時候他。 就是他們沒有結婚。 他們只是訂婚。 在當時的時候。 就是。 訂婚就可以住在他的家裡。 但是他們兩個卻沒有同房。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有牧羊人。 那這個他告訴他。 因為牧羊人看到就是天使出現。 就會非常驚訝怎麼有天使出現。 那天使就告訴他這樣子的好消息。 那他們就來一起來朝拜。 這個就是耶穌基督。 再來看下一幅。 所以你看他的這個石頭的構造。 那這個馬賽克他是一格一格。 所以他不能像這個線條表達那麼細膩。 那剛才這邊有看到說這是約瑟。 那你會看到約瑟他有時候旁邊會有這一位。 那有時候沒有這一位。 那這一位是代表就是魔鬼。 那為什麼會出現魔鬼。 那我們知道在順向畫中他就是比較明亮的。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魔鬼是黑的。 他並不會像這個西方的畫得很巨大、很恐怖。 因為剛才所講到他就是一種靈修的體驗。 那這種靈修的體驗就是不要讓你說看了覺得很害怕。 晚上做噩夢。 他不要有這種不好的感受。 所以他就是告訴這個約瑟說。 欸。 為什麼馬利亞會懷孕。 他又沒跟你同胞。 所以他就跟他講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 那約瑟是一位好人。 那他就在思考這件事情。 如果公諸於世的話。 馬利亞因為就是還沒有結婚就懷孕的話。 就是犯了通姦罪。 在以前的話通姦罪是要公審的。 就是你會拖到廣場。 讓大家拿石頭直接把你砸死。 那所以那個約瑟就不願意馬利亞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在夢中就是天使告訴他說可以把馬利亞取過來。 因為他是藉著聖名懷孕。 那這個就是撒旦來引誘他。 我們再來看下一篇。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所以我介紹比較快一點。 剛才你可以看到。 耶穌基督他的嬰兒包的這個布。 那他這個布跟他就是他這個受難犧牲的時候。 這個裹屍布很像。 那這個也就是意味著他將來會死亡。 他就是再世三十三年半。 就三十三歲半他就去世了。 被釘在十支架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就預表他的死亡。 那我們可以看到耶穌的復活。 那他的棺木。 那通常他的復活。 你知道就是。 就是猶太人就是去世的時候。 他會有果施布。 那這個果施布。 就是好像木乃伊這樣子。 一圈一圈包裹。 他有一種很奇特的這個。 你只好把你保存起來。 那可是在這個discovery後。 在探討這個果施布。 就是耶穌復活的時候。 這個果施布就是一個好好的。 就好像你人突然蒸發。 蒸發掉。 因為如果是你自己把它打開的話。 他不會一圈一圈。 他會就是被打開。 就好像你拆開禮物。 那個包了很多圈的話。 不可能還繞好好。 但是他復活的時候就是。 還是依然同樣的形狀。 那人就不見了。 那所以。 這個就是主要我們今天所。